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与工业4.0导论这门课 我们今天上的是单元3 工业4.0与感测器的第六个小单元 SPI通讯界面 SPI通讯界面 它的名字SPI是由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来的 也就是串列周边界面 它也是一个串列通讯 跟前面的i2C UART一样 它是由Motorola公司所发展出来的 Motorola公司现在叫FreeScale 它是一个双向信号的传输 它在发送端和接收端之间 它也有传递Clock时迈的讯号 所以它是一个同步的传讯 那跟UR不同 但是跟I2C是一样的 它的接线就比I2C和UR的来的复杂 它一共有四条信号线 两条是负责传递资料的 它可以从主端传到重端 也就是从Master传到Slave 它也可以反过来传 从Slave端传到Master端 那它另外有一条传递时迈讯号 那还有一条它是用来做重鼠端的选择 也就是Slave Select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SPI的传递讯号的方块图 我们可以看到在Master端 它有一条线 那这个上面写作MOSI 那其实是Master Out Slave In 那Master指的就是主端 那Slave指的是重鼠端 那从主端Out指的是Output 那对重鼠端Slave它是Input 所以换言之它就是从主端送资料到重鼠端 那MOSI我们念作MOSI 那接下来这条线 它是Master In Slave Out 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是从主端接收到讯号 而从重鼠端Slave端输出讯号 所以它是一条接收讯号的线 那接下来它有一个Serial Clock SCK这条线是负责送时迈讯号 那最后它有一个SS 这个SS就是Slave Select 这用来选择重鼠端 因为对SPI来说它可以有好几个重鼠端 所以我们可以用线来做选择 那以下就为各位同学来做一个说明 怎么样一个Master可以对到好几个Slave 那基本上Clock的讯号 MOSI的讯号和MISO的讯号 这些每一个重鼠端都是接在一起的 唯独这个Slave Select 这个是每个重鼠端有独立一条线 比如说像同一片上这个图所示 主端的话接到三个重鼠端 所以它有三条独立的Slave Select的这个线 接到三个Slave上 那Master今天如果要送给某一个Slave 只要把这条线由预设的高电位降到低电位的话 这样子Slave端就知道说 它即将要接受从Master端传来的讯号 这跟刚刚I2C用位置来决定Slave的方式是不太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波形的部分 SBI在传递讯号的时候 那我们刚刚提到 当Slave Select这个从高电位降到低电位的时候 就表示要开始传递讯号 那这时候Serial Clock就会开始送出时迈讯号 那Mostly的话就也可以开始送出data 那送讯号的速度取决于Serial Clock的速度 那Serial Clock对SPI标准来说 目前有几MHz到几十MHz这样的速度 那在传输讯号的过程中 资料读取是在Serial Clock做高低电位切换的时候所来读的 所以当Serial Clock在做高低电位切换的时候 那这时候在data线上的电位必须要非常稳定 这样才能读到正确的讯号 那我们可以在Serial Clock上设定 比如说在低电位切到高电位的时候去读讯号 或是在高电位切到低电位情况下去读讯号 这都可以设定 那当资料传递完毕以后 那MOSI又会再回到高电位 那如果整个传递完的话 Slave Select也会再从低电位回到高电位 这样就整个传递完毕 那值得一提的是 SPI可以做双向的即时的传输讯号 所以MOSI在送讯号的时候 MISO也可以同时来收 所以它可以做同时双向的讯号的传输 那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个使用SPI来传递信号的一个三轴陀螺仪的例子 那这是一个三轴陀螺仪 它使用的陀螺仪的晶片是ST Microelectronics的这一颗L3G4200D 那从它的规格上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三轴加速规 那它具有SPI的这个界面 所以我们在读讯号的时候 我们必须也要使用具有SPI界面这样一个控制器 来读取由这个感测器所传过来的讯号 整个第三单元我们今天就为各位介绍完毕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三单元的重点 那第三单元主要介绍的 首先我们先介绍了感测器是什么 以及使用感测器的四种方式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了感测器跟工业视野的一个关系 以及我们介绍了无线感测网络 那再来我们介绍了一些感测器信号的处理 包含了信号的调节以及类比数位的转换 那最后三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介绍了常用的感测器的三个界面 包含了UART I2C 以及SPI 那以上是单元3的总结 走到轢בס 1C 乱 3C 1C 下来